我讀专业是文化创意产品 主要是创成城市 我来喜欢选城市 然后伦敦文化艺术比较发达 而且我本来是广告的 然后这样就觉得 来伦敦学传媒的话 Things KCL 然后CCI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然后这是属于 也算是伦敦创意产业 然后创意产业 在Things也是一个 那种私人的老婆人业 每周会 老师 因为我们学的东西 非常理论化 然后都是一些欧洲文化 音乐 什么企业 这些东西 或者政策方面 然后但是老师会提供你很多 比方说你的 internship 或者是给你很多 参加创意活动的机会 然后文化 他经常会给你 包括各种音乐节啊 各种Gallery啊 有什么活动啊 所以大家学中也比较活动 像伦敦这个 这方面的话 一直加上今年奥运活动 就会特别特别多 来这儿独立一年初 我觉得最大收购就是认识这些同学了 然后因为我班本来 然后他招生也比较挑剔 就各方面语言啊 还有你的文科背景 他都会比较卡 然后来的很多同学 我觉得就同学上课 seminar 讨论的时候 你会从他们那儿吸收很多 各国的 关于很有创意 很有想法的这些观点 然后我们小组里面 就有一个印度歌 然后它是 它在印度是一个独立音乐 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 就是Live的那种小音乐会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挪威的新封艺术家呀 然后他们都充满自己的杂志 然后他在这边读书 两个都要飞回去就死了 然后就觉得 还有一个女生 是美国人 她也特别强 她在过去的五年里边 五年都在一个国家 就做这些相关方面 美食方面的工作 然后你从他们那儿 能说过很多东西 然后如果 可能将来要回国就 把这些东西 把你的思想 你看到了想到了 带回去 我觉得就是 对于中国刚刚开始发展 文化创业产业 这个概念 还挺实用的 我们的课程 就是最主要这个Live 然后我们课程很少 然后每周也就 两三个Live 两三个Seminar 然后有大量的Reading 让你去读 就是让你通过自己来读 然后去掌握很多 背景的信息 然后再给你提供很多 活动的这种 参与过程 文化艺术活动的机会 然后你可以去 运账时间当工作 里面这届 大概120的人 可能有30个工作人员 而且他们大部分 都是有工作背景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 设计毕业就过来 可能对于 相对于他们来说 学习的目的性能差一点 而你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 你会知道 他们在工作中 真正需要的这种 所以他们也许可 学习不错 对于重点关注的内容 挺有关 就是 用语也没有太大进步 中文退步很厉害 多少 反正出来游学还是很提高 但是不会像你想象的 中飞幅 所以你毕竟你在国内 从小学开始学到走科 你还学到什么呀 职份 我觉得 中国的经理人员 原来说 还是挺有趣的 而且你这一年 见识可能远不是 你在国内看电视 我听别人说 然后健身感受的 然后首先你 你体会到了 另外一种教育物识 然后再加上你的专业知识 学历 反正我觉得 从来说 还是挺有趣的 反正相比于国内读研究生来说 对 还是出来都能知道 国内也就 时间又长 然后 受了一样的教育很多年 换一换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不会特别想着 而且我去年在国外做了一件交换生 然后比较习惯 而且自己心里会显出 很早晚会不会去 所以你会努力把这一年过得充实一点 然后 想念国内的美食 是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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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